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跟我们分享呢 妈妈 我们玩了那么多的液体食盐 你感觉好玩吗 太好玩了 我给你带来个更好玩的食盐 你看看我准备了什么材料 妈妈看到你准备了两个高脚杯 还有色素 这个是我们平时炒菜用的油吗 对 就是我们平时炒菜用的油 妈妈 你看这个圆圆粉粉的是什么东西呢 好的 让我仔细观察一下 嗯 这个是妈妈 泡水喝的 泡藤片 对 你全猜对了 耶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接下来你跟我做实验吧 首先我们一个人拿一个酒杯 好的 然后往里面倒上一半的油 这个要倒多少呢凯良 要一半 切记 只能是一半 好吧 好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需要往里面加入温水 哎 这要倒多少呢 再倒一点点就够了 嗯 差不多是这里二分之一的地方 好了 水够了 赶紧倒了 好漂亮呀凯良 哇 好漂亮呀 哇 太美了 再倒一点点进去 哇 哇 太美了 妈妈 除了观察到泡泡 你还看到了什么呢 妈妈发现呢 水和油明显的分为了两层 这是为什么呀 是的 水和油不相容 当水加入油中 它们俩自动就会分成两层 哦 妈妈明白了 接下来我们要往里面加激色素 那为什么要加入色素呢 因为水是透明的 把色素加入水中 让实验效果更明显 这可是个科学小妙招哦 哇 厉害 这可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科学小窍门 妈妈 我们赶紧选我们自己喜欢的颜色吧 好的 非常期待 我选绿色 我选三个颜色 柠檬黄 好的 香玉籽 橙黄色 然后黄里面加入自己喜欢的颜色 妈妈一定要逼大逼一些哦 好的 哇 一定要分散开滴 我要再滴几滴我最喜欢的紫色 哇 我的绿色好漂亮 哇塞 好的 色满滴好了 凯良 你加了好几种颜色哦 我要做彩虹 颜色已经都分散开了 是的 颜色都分散开了 那接下来用泡层面做什么呢 泡层面是我们的主角哦 接下来用到它了 妈妈 我数三个数 咱们一起放进去 三 二 一 哇 出现了好多的泡泡呀 这个好像一个小火山呀 我的眼神 绿色的小火山 这意味什么原因呀 我看看 这是因为水和泡层片 融合在一起 产生了二发现气泡 是的 妈妈看到了 妈妈刚才发现到 这个气泡呢 会一直上上下下 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 凯良你仔细观察一下 这个气泡呢 然后去慢慢的 上升到油的这一层 然后气泡消失的时候呢 它又掉回来了 对呀 这是因为什么呀 水和油 水和油不相融 哇 好漂亮呀 妈妈 你看我这个 好像小丸子呀 是的 太美了 这个实验真的太太美了 太好有艺术的感觉呀 妈妈 气泡没有了 你发现了什么呢 我发现呢 雪和油呢 又分为了两层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水和油是不相融的 这是你告诉我的哦 我记起来了 这就是我今天给你的小实验 海底火山喷发 科学真好玩 让我们一起在家玩科学吧 科学小玩家李凯良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实验小达人 刚才的实验 模拟了海底火山喷发的壮观景象 而且实验材料非常简单 形象还特别的生动 哇 李凯良这套厨房系列科学实验 真是非常令人惊叹 小朋友们也可以自己思考 如何在家动起手来 去发现科学的神奇 好了 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 什么好玩的居家游戏呢 据说接下来要分享的嘉宾啊 他们要用到的材料 是面粉 那你知不知道面粉还有一个 特别神奇的功能 它可以画画 啊 还能画画吗 对啊 那今天呢 妈妈就要来带你用面粉画画 好不好 好 那我们赶快开始吧 OK 首先我们要用到的材料是 水 面粉 还有笔刷 和一支铅笔 一张白色的纸 和一张黑色的纸 好啦 那我要先问问你 晴晴你想画什么呢 嗯 我想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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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啊 你可以画车呀 是不是 嗯 你想想看都有哪些车 你认识哪些车 嗯 新主车 新主车 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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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车 电车 那我来画一个星球怎么样 好 嗯 画一个太阳系好不好 好 那我们各自开始啦 好 嗯 这一只电车吗 嗯 这一只电车吗 嗯 哇 已经换了这么多车了 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鲜皮烟 对照你的草 把它画到你的纸上 黑色的卡纸上 好 嗯 那记得妈妈的建议 要把它画大一点 好吗 嗯 那我们各自开始吧 哎呀 嗯 嗯 嗯 好了 那下一步呢 妈妈请给你示范一下 好 我们要用这个鲜皮刷 晾一点水 好 把你想要的这个图案呢 给它用水刷一点 当它画的这个是星球 所以我要把我想要的这个部分呢 用水给它刷一点 好 记住要快速 现在这一步呢 就是要撒面粉 撒面粉 对 赶快把面粉撒到你刚才刷水的部分 哇 哇 我出现了一个星球 还好清楚 这个是 好像是水星 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觉得很神奇 那先从哪个开始呢 自行说 好嘞 对 轻轻薄薄的给它撒一次 好 这样一步面粉画就完成了 小朋友们在家里 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试一试哦 用面粉画画既简单又有创意 同时还非常有趣 那千千小朋友和妈妈 在家用面粉画画 还会有什么更新的玩法呢 那我们第二个面粉画的游戏呢 需要准备的材料就是这种仿真玩具 除了恐龙呢 你还可以准备一些场景录呀 对大象啊 斑马呀 这些都可以 挑选一只你最喜欢的这个防身玩具 然后把它摆到这个纸上去 好 那摆好了之后呢 那我要开始撒面粉了 好嘞 嗯 把面粉呢 放到面粉筛上 这样轻轻的 好 来一点 好 哇 你这恐龙就变出来了 你要不要试一试 要 哇塞 你这个翼龙好多啊 那要不要再来翼龙 再来 嗯 猜猜看它会什么样子呢 哇 这个好棒呀 这个轮廓非常的新奇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拿起你的这个白色的皮呢 我们要给它添加一些上面的小小的细节 好 比如说 嗯 观察一下你的恐龙身上 是否有很多的花纹呢 嗯 那我们给它多添加上 好不好 好 还有恐龙的眼睛 牙齿 哇 尖尖的牙齿 好的 那这样一幅 关于反正动物的面粉画就完成了 小朋友们在家的时候 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试一试哦 怎么样小朋友们 看完天天小朋友和妈妈在家用面粉创意画画的玩法 是不是也愈人愈试呢 你们是不是也想动手自己画起来呢 那就赶紧行动吧 接下来要跟我们一起云录制分享的又是谁呢 大家还记得之前分享如何在家陪狗狗玩游戏的那位苹果姐姐吗 她可是一位狗狗幼儿园的园长 那只叫泰勒的萨摩耶狗狗不仅会快速找出零食 还会伴着音乐唱歌 那今天苹果姐姐和狗狗又要分享什么好玩的玩法呢 在我身边这一位呢她叫志明 我们也让志明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志明来 给大家恭喜发财 来 恭喜发财 快 害羞 恭喜发财 好 害羞 好 给你 开心 你最近都在家里做些什么事呢 有时候会看书 可能大部分时间就会睡觉 有时候也会上网课 那今天我在家里就教你一个可以跟狗狗互动 又可以运动 然后又可以很好的释放狗狗经历的一小的戏 好不好 好呀 苹果姐姐 那我们今天要玩什么样子的游戏啊 开心 你以前有玩过装机藏的游戏吗 当然有呀 难道我们今天要跟狗狗玩装机藏吗 对 但是藏的不是我们自己 不藏我们自己呢藏什么呢 难道要藏食物 真聪明 被你猜对了 我们要把好吃的食物藏起来 然后让狗狗去寻找 看一下 我们今天给知名准备的零食呢 是白煮的鸡胸肉 这个是很健康的零食 你看 知名都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吃了 那我们一会儿啊 把这个零食去藏在你想藏的角落 干净一点的 然后也是安全的 这个时候呢 我抱着知名 然后当你藏好了 你就跟我说 我说我已经把吃的藏好了 我就把知名放出来 然后我们看看他能够用多快的速度 找到这个想吃的小零食 好的 我们把眼睛勿起来 看不见 看不见 第一盆肉 我觉得就放在这里吧 然后我可以再拿个玩偶盖上 这样他肯定就看不到了 第二盆肉 我觉得我就放在这个绿植旁边吧 就放在这里 他应该就看不到了 第三盆肉 我觉得我就放在那边吧 这里他挡住了所以他看不到 他肯定找不到的 柴犬知名能否顺利找到 开心小朋友藏好的三份零食呢 一场狗狗体力和智力的考验即将开始了 好 苹果姐姐我已经准备好了 让知名来找吧 好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让知名出动 看看他花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些零食找出来 并且吃掉 知名出动吧 被他找到了 厉害厉害 知名来 还有份肉肉在哪里 知名过来 知名过来 来 还有份肉肉在哪里 知名过来 来 还有份肉肉在哪里 好吃的 在这边都有 好厉害 好厉害 过来 知名好厉害 好厉害 好厉害 嗯 很棒很棒 苹果姐姐今天玩得真开心呀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多饮啊 对呀 嗯 我们这样玩下来我都饿了 对 其实这样的消耗是很大的 而且我们在整个 跟狗狗的互动当中啊 可以增加跟狗狗之间的情感啊 那我回家就要把这个好玩的游戏 分享给我的朋友们 太好了 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学会了吗 这个小游戏 大家赶紧跟家里的宠物互动吧 再见 拜拜 真是很不错的互动玩法 在加油宠物的小朋友 赶快和家里的小狗狗 一起互动游戏起来吧 其实对于居家的小朋友们来说啊 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要运动 这不一位非常喜欢运动的爸爸 就动起了脑筋 利用家机环境开展了各种运动 让我们跟随他们的云录制镜头 去学习一下吧 爸爸今天要教你一个小游戏 叫做小动物搬家了 好 咱们把你这些小的一些绒毛玩具 你看了你能不能放到我手上 行吗 好 但是有一个方法 你得拿两个脚夹住了 然后递给我 好 来 开始 躺下 先躺下 拿两个脚夹住这个 然后递给我 好 可以 再来 再高一点了 高一点漂亮 再来 这个呢 还可以练你的腿啊 腹肌啊 都可以练到 知道不知道 那个小的那个腹肌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哎呀呀掉下来了 再来 这个加娃娃机 我带你做一个蹦沙发的运动好不好 好 这样可以让你腿变得更长 来 漂亮 三个 一般这个沙发就和你那个膝盖的高度是一样的 一般小动物都可以跳出来 来 再来 四个 然后慢慢的下来 这下来的时候呢 落地不出声 好不好 五个 好 再来 六个 好的 再来 七个 累不累 好 这个练你的反应 我给你打过去 你给我打过来啊 嗯 来 呀 可以啊你 可以啊 手脚并用 手脚并用啊 脚也可以啊 哎呀 脚也可以啊 谁落地 谁可就输了啊 哎呀 哎呀 这个就是锻炼你的专注力 知道吧 这个就是锻炼你的专注力 知道吧 这个就是锻炼你的专注力 好不好 好 来 你先试试了啊 你看 我先蹲在这啊 你抱着我 然后踩我腿 来 试试 然后从我后面绕一圈 哎呀 别掉下来的啊 不可以掉下来的啊 好 哎呦 这手脚并用啊 这个 爸爸也得配合着点 哎呦 这个时候也考验爸爸的专注力啊 真是用心的爸爸 其实在居家的这段时间啊 很多小朋友们也很关心社会话题 比如说暑假里 同住在一个小区里的几位同学 就开始了环保话题的观察和思考 他们在想如何去利用自己家里废弃的垃圾 嗯 老师于是把他们的行动 用云露制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垃圾分类 我们的环境更干净了 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垃圾分类从我们小学生开始做起 废纸 塑料 金属和纺织品 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 它们可以作为可再生原料 比如说我们家中常用到的卷纸 它剩下的那个筒 可以用来做学习用品中的笔筒 我们家有好多纸箱子 妈妈的快递堆了好多 我觉得我可以用纸箱子做城堡 我在家曾经用肺肉的鞋盒做过书架 如果把这些鞋盒一个一个落起来的话 它们装的书会非常多的 夏天小朋友们吃完冰棍 他们会留下冰棍的棒子 我们可以用冰棍的棒子 来做游戏抽签活动的工具 我觉得塑料瓶子可以做成 男孩子们喜欢的火箭呀 飞机呀 我觉得肯定很好玩 看 这是一只威猛的狮子 想要用生活中废弃的物品 创作出这样的好玩的作品 其实并不难 只需要三步 第一步 需要我们确定脸型固定头部 就是这两个合的感觉要脱离了 然后你看这就是有点不稳定 所以得再贴一下 对 再贴一下 再贴一下加不稳定性 第二步呢 在我们固定好脸型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给我们的脸型 涂上漂亮的颜色 涂颜料这一步 对于这几位小朋友来说应该不难 大家有条不稳的进行着 就像一个个特别认真的粉刷酱 涂颜料完成后 接下来是什么步骤呢 第三步 就是用我们生活当中废弃的物品 来装饰我们的狮子 装饰这一步 最能考验小朋友们的创意能力了 他们都在忙碌什么呢 我在说这个我们鳄鱼的牙齿 从鳄鱼不是不会像我们这样刷牙嘛 所以我们黑色当它蛀的牙 你看 我在说它耳朵上的装子 我在弄黏土来先刷一个眼睛 看大家各忙各的都很有创意啊 绿色的鳄鱼似乎在闪闪发光 这个红色的作品又会是什么呢 枯树枝也用来设计了 期待小朋友们最终的创意纸盒子作品 我们做的就是一个鳄鱼 你看 然后呢我们这个是两个 同样长度的盒子做一起的 然后呢我们的牙 这是鳄鱼的牙 鳄鱼不刷牙 所以我们把橡皮皮当成它的牙 这就是我们的鳄鱼作品 这是我的东海龙王作品 这是我的中国龙王作品 看看我用废弃纸箱做的小物 来吧 利用家中的废弃材料 有创意有实践 还可以增加小朋友们的环保理念 几个小朋友们凑在一起 还可以互相激发灵感和动手能力 其实废旧纸板的再利用 可以激发很多很多的创意玩法 那接下来的这组家庭 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好玩法呢 我们今天继续来完成 上次我们没有做完的这个 食要生肖主题的停车场 现在我们已经画了 9个动物了 然后姐姐妹妹呢 还在继续完成他们的动物 姐姐现在画的是什么 小兔子 小兔子 妹妹呢 啊 现在姐姐和妹妹正在努力完成 他们的手工的这个 刷生肖小动物 等一会儿我们做好了这些以后呢 就开始做立体停车场的第二部分 我们大家一起加入吧 那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完成一个停车场的立柱 现在你们俩看一下啊 这是什么 姐姐姐 这是 卫生纸 卫生纸 卫生纸的纸筒 对吗 嗯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要拿它做这个停车场的立柱 我们要把这个 食要生肖的给它围起来 先把这个双面胶 粘在这个纸筒上 对 撕下来以后 怎么做啊 先把这个粘一块 对 粘一块 转一圈 对 满屋屋屋 知道吗 一定要对准了 好不好 自锁 扯娘 银行 某某柱 车能 四十 五脉 内阳 身后 柳基 皮狗 排猪 好了 现在呢 我们跟这个停车场立柱 已经做完了 咱们计划用几层啊 三层完成这个停车场壁座制作 一层有四个立柱 好不好 你们俩看这是什么东西 写盒子盖 写盒子盖 是不是啊 我们拿它做地面 求求一个 姐姐一个 我们把停车场的地面装饰一下 好不好 停车场是不是有好多停车位啊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停车位装上 你们帮助姐姐摁着 摁着往前贴啊 姐姐往这边摁 摁平 这边快放过来了 是不是啊 那我们除了停车的位置以外 在中间还有没有车道啊 车道 来 现在我们一层停车场的停车位 还有车道都已经做好了 下面我们要做第二层和第三层 现在我们三层的停车场都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下一个 对 我们现在要把 要把这个十二生肖的立柱 把它架起来 把停车场地面 好不好 我们想一下 一会想一下怎么能跟这个停车场 一个A座一个B座 是不是 怎么能联一起啊 特别 停车让行 哪个是车库 对 对 好了 孩子们 我们这个立体停车场马上做完工了 你觉得用这个废旧的纸箱和卫生纸桶做了这个怎么样 好玩不好玩 是不是很好玩 一会儿 等我们做好以后 要把自己的车都停在上面 好不好 我们先把自己的车都停好 我们先把自己的车都停好 嗯 好玩 纸盒 纸桶 这个立体停车场太酷了 而且运用了十二生肖的传统文化元素 真的创意十足 怎么样 还记得上一期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 不说唱跳 玩转绘本的小葵叔叔吗 他的碰撞卡 给我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那这期节目当中 他又有什么新奇的玩法 要跟大家分享呢 小朋友们一定都玩过跳房子吧 在学校或者是幼儿园的操场 或者是公园里 我们先来一起读这本书 看看这里面的跳房子 和我们玩过的跳房子 有什么不同 我先去跳房子 看看这里面的跳房子 联络的那些 小葵兄弟 和他家一样 在鸡肉里 正在鸡肉里 这里还有更有难度的房子 相同的数字要两个手指一起踩 还可以自己设计更好玩的房子哦 设计一个什么型的呢 接下来要变身咯 上数字1278 这个房子要怎么跳呢 你先来观察一下 除了用手指在纸面上跳之外 也可以在地面上跳啊 我们只要用胶带贴出格子的形状 就可以玩起来了 跳房子家里玩 纸上跳地上跳都可以 只不过如果在地板上跳的话 一定要轻一点哦 否则就影响到楼下的邻居啦 下面我们就伴着歌曲一起 唱跳跳房子吧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人 我们的第一个人 也有点赞 我还要不上 我还要不上 你还要不上 你还要不上 改房子 改房子 不用吃 路边千个 小树枝 你想改歪你就歪 你想改直就改直 改房子 奉旋指 随便找个突破子 撸个薄牙 挽袖子 想改几时 改几时 有房子 没卧室 有屋子 压没床子 该晚不能过日子 大家一起找乐子 在地上画格子 自己来当设计师 要问这是啥房子 大家一起挑房子 跳房子 童年经典游戏创意新玩法 手指玩 双脚跳 唱唱跳跳 真开心 同学们在家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绘本 创意起来动机手来 让自己的绘本立体起来动起来 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与录制节目的是一位用心的爸爸 他记录了自己儿子三个月的老家生活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这位爸爸的想法吧 大家好 我是晨晨的爸爸 然后我是平常在北京 在一月份春节前带晨晨回老家福建漳州 其实很多游戏呢 其实是非常开心 就是很简单的能够做的事情 然后其实很多玩的东西呢 是晨晨带着玩的 它其实是在启发我 我们来看一看 养蝌蚪 我們親自去野外去抓 真的是野外 就是野外的一個池塘 幼稚 你把它放著 你會看到她 其實這是我們小時候玩的東西 但是她現在這個年級的孩子 其實很難去接觸到了 我們其實是希望 我是希望她能夠去接觸 更多原始的自然的 簡單的東西 花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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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人 然後呢 我還在我們這邊組織一些活動 比如說一些 像年齡比較接近的小朋友 去玩的東西 包括我們做一些打水戰 好 開拍照